这个案子确实是疑点重重 首先船在失去动力的时候 它有几次停电 而且那个timing控制到领航员 没有时间去做适度的处理 通常领航员都是非常有经验 对当地的水文是非常熟悉的 第二个其实让人家怀疑的是说 拜登跟马里兰州州长 第一时间跳出来说 这是意外事故 这不是恐攻 似乎很害怕 案情急转直上 就更起人疑斗了 前CBS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 Laura Logan提出很多的质疑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完美的战略攻击 特别是所谓Vore Typhoon 就是福特台风 去年五月份就已经被 美国安全单位FBI发现了 更可怕的是福特台风 已经潜伏在美国 超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了 所以它基本上渗透到 相当多的几组设置 包括通讯 包括运输 包括水电 能源 电网 这些部分 它如果要骇客攻击 一艘轮船的动力系统 基本上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再把它对照到 在之前美国要斥肢 更换所有码头的起重机 那码头的起重机呢 大概有80%都来自上海振华重工 那发现里面有蜂巢式的Modern 可以把资料回送 这就引起整个美国国会 对于国安的忧虑 其实从中共在2001年 加入WTO之后 变成世界工厂 它不断地在制造业上面 增加生产 用广大的市场去换技术 可是它换来的技术 没有用在扶国利益 用在对全世界的渗透 如果这次装断大桥 真的是所谓的战略攻击 一个非常规的战争的话 那知识就体大了 我们非常遗憾 中共这种骇客的攻击 其实展现出它 要颠覆这个世界 既有的次序跟价值 这种用心不言可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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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